金融海洋科技博物馆市营运一个月之后呢 26号正式营运 行政院长江一华和教育部长蒋伟宁 双双出席了开幕活动 主要南卫还邀请了30位原住民小朋友 共同体验海洋博物馆的魅力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26号正式开馆营运 行政院长江一华与教育部长蒋伟宁 在基隆市长张通荣等人陪同下 一起鸣笛启动 并为海科馆主持接牌 台湾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们不只有东亚最高的山脉 我们其实也有东亚最丰沛的海洋资源 跟海洋生态 现在最关键的是 看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大自然 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资源 如何去保护我们祖先 流传下来的这一些资产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可以永远了解海洋 江一华院长同时也邀请 竹东上馆国小30位原住民小朋友 一起来参观主题馆 体验海洋科学的乐趣 联合报杨万云基隆报导